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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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哪一個? Dead 它很有那種夜間 有適合連無觸摸的那種感覺 上面這個衝破冰河記 因為我覺得 本身那個故事是很吸引人 聽說它有中文版 所以想去借來看一下 衝破冰河記 為什麼? 因為沒有一隻很可愛的豬 還有一隻一隻 還有一隻一隻 大大 我喜歡虎口自然 為什麼? 因為它的畫風極為細緻 好比說像這一服 我一直以為它是黑白照片 只是仔細看它其實是畫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畫風很細緻 然後它的用色也很漂亮 所以 我還蠻喜歡它的 怎麼會畫? 焦飾的地窖 空間感 還有畫面讓人家驚喜度很夠 當然是荒木飛旅練 本身是荒木老師 我是漫畫迷 加多多支持 好 我喜歡這個恩奇皮拉德 也沒有說特別喜歡哪一部 剛剛我每個都有那個故事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消失的地窖》 不過它就是 它呈現的方式就是畫中畫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這樣很有趣 然後我覺得很喜歡 我蠻喜歡那個畫蒙娜麗莎看觀眾的 我蠻喜歡那個畫蒙娜麗莎看觀眾的 因為我在那邊站了很久才發現 原來這是一個很有互動的笑 就是當下才發現說 原來有這樣的意境在 就是我在看它 欸它也在看 《消失的地窖》 我也曾經 待在蒙娜麗莎前面看了很久很久 就是一般在羅浮宮看東西 大家就在看東西 可是我覺得藝術家 他很用心在觀察人 就是人跟人的關係 然後再看一些人的表情啊 然後跟作品的互動 我喜歡這個 我覺得他很用心 很認真在看下腰 腰力要很好才辦得到 大衛皮之母 我每個作品都喜歡 我再把它變成桌面 繪畫的技巧非常的多采鮮豔 淺顯易懂 我喜歡推薦這一盒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這裡面沒有美國隊長欸 那你幹嘛想來 你最喜歡哪一個作品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 那個總統要那個 退休的那個 浩克 浩克 你喜歡誰 因為那裡有一個 豬頭狗身 嗯好啊 因為浩克 因為浩克 是突變種的狗 是突變種的狗 洪廳裡認了那 那一堆恐怖守護神 喔你喜歡那個鬼的 嗯 哇 你喜歡誰 那那是 你喜歡誰 那是 你今回就找到